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补兰会 11月6日在珠海拉开的帷幕 在航空装备方面 歼20月20歼10比推历时量验证机 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明星 而在本届行展上两型四代中的 另外一款隐身战斗机FC31胡鹰 却仅以到比例模型的方式 在珍环内进行了展示 将无数观众遗憾不已 胡鹰飞机是航空工业自主研发的中心 隐身夺用途战斗机摄影 现一行众所周知 胡鹰 战斗机是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新一代战斗机 目前尚未有公开消息 证明 其已经获得军方立项 而外界对胡鹰未来发展的最大关注点 就是其是否会发展 成为中国海军的下一代舰载机 在11月5日航空工业举行的竹梦海铅媒体见面会上 有记者问 沈阳地区作为中国第一型舰载战斗机 殲-15的诞生地 在下一代舰载机上有什么样的部署时 FC31胡鹰战斗机总设计师孙聪回答成 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 我们四代机技术的研发 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处备 在舰载机领域 我们也有了丰富的经验 从时间的角度来说 这是一个国家在发展中的定位问题 一旦针对有需要 沈阳地区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好研制任务 当有记者问及中国下一代舰载机研发中的重型 重型选择时 孙聪回答说 所谓重型 重型的选择是由任务使命来完成的 孙聪 还引用著名的美国海军航空兵高级将领 有着美国航母支付之称的约瑟福里维的话说 航母的战斗力的表征是什么 就是在单位小时内放飞的飞机数量 所以不管是重型机还是中型机 航母需要更多的飞机才是第一料物 孙聪最后强调 作为舰载机 在没有代差的前提下 航母能放飞的飞机数量越多 它就是越好的一个航母编程 竹梦海铅媒体界面会现场适应 为力全早在2013年3月的两会期间 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孙聪就曾透露 中国下一代舰载机 获于2020年前问世 2018年2月 航空工业沉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科技人员在中国航空爆站稳称 中型多功能舰载战斗机具有执行空战 压制摧毁敌防空对地海攻击等不同战斗任务的能力 可比较显入的改善航母编队的战场环境 适应性及使用灵活性型 同时优化编程结构 简化后前保障 中型舰载战斗机会影响航母携带的在机数量 而使用中型舰载战斗机不仅可以增加航母携带在机数量 维护维修费用更低 并且日出动驾次率更高 综合作战效能和经济性能更优 因此中型多功能舰载战斗机 已是当前建在战斗机的主流 也是今后发展的趋势 在11月5日的记者会上 在央视网记者向孙聪求证互联网上 关于胡云改正的传闻是否属实时 孙聪笑答 网上的消息把我的心中的愿望都说出来了 我们也特关心这事 至于我的回答呢 那就是等着吧 全心里目瞳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